我是楊魯門 我在台北做農夫司機 現在在金山去做水稻 金山萬里十門總共有42甲的水稻田 在未來的三年之內 讓這42甲的水稻田 都可以從事友善耕作 如果你繳工糧 政府會收購的價格 一公斤大概從20塊到24塊 我們用一公斤35塊的價格 去跟農友做購買 所以變成農友你購買的金額 變高之後 讓農友去從事友善耕作的心 他就會有一個誘因 一公斤的價格 你要不要再算 那些問題 稍後你算完錢 先給你五萬塊 我們只要這樣算 比較不會 好 整頂人在什麼 殘兵算小 第二個是政府 他對於做友善耕作的時候 他的補貼 如果你有通過友善認證的時候 一甲地可能有三萬五千塊的錢 如果你有通過集團去做 或對地補貼的話 那總共一甲可以拿到五萬多塊 其實一個是從 他的收入方面增加 來去跟農友去取得這個誘因 第二個 金山現在大部分種子的年紀 幾乎都超過了六十歲 也發現到說 許多人在種子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跟農友去做溝通說 我們今天不是只有來金山做七座水稻 把種出來的水稻 拿在外面賣而已 我們也希望說把這些的米 不管是跟中小國小合作 或是跟金美國小 讓它變成營養午餐 今天我們林務局跟那個彩田的兩祖祖 會一起在這邊合作 我們金山這邊的農田是非常乾淨的 但是我在問大家 為什麼我們的農田會很乾淨 是因為水很乾淨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的水很乾淨 因為我們的水都是從旁邊這個七星山啊 這些山上面有很多森林對不對 我們森林保護得很好 所以這森林就會有一些乾淨的水流下來 我們人吃了好的乾淨的農產品 人會健健康嗎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環境也會健康 我們還跟金山萬里十門十一個老人共食 我們就是把米提供給社區共食的用民 變成說你種的米你自己吃 或是你種的米是提供給你的孩子 或孫子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也會有另外一個誘因 可以讓它不使用農藥跟不使用化肥 對環境是一個友善的 也可以跟表演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